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义是同时存在的 大卫虽然因神的怜悯而心意更新 重新建立了与上帝的良好属灵关系 但肉体上的惩罚却是免不了的 神借着先知拿单所预言的对大卫的惩罚 在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便展开了 这里面的故事情节活脱脱就是一部超级经典的 宫廷权斗联系剧 好莱坞要拍成大片的话 剧本都不用写 都是现成的 这接下来的几集节目 我们就来做一下剧情介绍 当然我肯定会加上个人点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太子暗嫩霸王硬上宫的乱伦 与王子亚沙龙替妹妹报仇雪恨的情节 其实这样的情节在历史文化作品中并不少见 甚至还有点狗血 是吧 但我们是与大家一起灵修的节目 因此必须从上帝视角来解析与点评 看看暗嫩是怎么会做出如此促身不如的行为的 以及亚沙龙的报仇行为 符不符合上帝的公义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 依然拜托大家多多点赞留言 分享并按下订阅键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关于大魏宫中乱伦及手足相残的情节 有三个主角 暗嫩 亚沙龙和塔玛 第一大反派暗嫩是大魏的长子 也就是当时的太子王位继承人 他出生在西伯伦 亲生母亲是大魏在当游击队长的时候 娶的妻子亚希暖 扫罗的老婆也有一个叫亚希南 大家不要搞混乱 这段情节的男一号 是被圣经描述为从头到脚 长相毫无瑕疵的三王子亚沙龙 而受害者苦主塔玛是亚沙龙的妹妹 这对亲兄妹的生母可是大有来头的 虽然也是大魏在当草头王的时候娶的 但可能是政治联姻的缘故 是基数王的女儿公主马家 因此这段狗血剧的主要情节就是暗嫩 强奸玷污了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妈 犯了乱伦罪 而亚沙龙虽然长得像小鲜肉一样 人畜无害 其实心思生成很辣不羁 事发后不动声色的隐忍了两年 然后谋定而厚动 仇准机会一击毙命 既替妹妹报了仇 也为自己除掉了继承王位的一大障碍 一举两得 在这里大家还要明确一个概念 有人说旧约时代不是允许兄妹结婚的吗 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与萨拉就是兄妹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解释过 人类既出于一个源头 最初的时候为了繁衍生养 当然免不了出现这种情况 但到了摩西时代上帝的律法 就明门禁止了这种行为 立位纪十八章六节规定说 你们都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提 亲近他们 九节明确说 你的姐妹不拘是一母同父的 是一父同母的 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 都不可入他们的下提 当然了到大魏时代 还有些特殊情况是允许的 比如为了延续血脉 经过长辈批准 明媒正取可能也是有例外的 否则后面他们也不会要求暗论去求 父王恩准我才从论你是吧 但无论是以前还是那时 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强奸 和狮字苟合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段剧情的全过程 圣经上虽然没有介绍过大魏的公主老婆的长相 但我个人觉得 凭大魏的审美与爱好 娶老婆这个问题上一定不会委屈自己 甚至要求很高 因此这个公主虽有可能是政治联姻 但那一定也是一个超级美女 不但压杀龙生的毫无瑕疵 他妹子他妈的美貌也可想而知 把个大哥太子暗嫩 是迷的只要美人不要江山了 整天就琢磨怎样才能将我这个妹子搞上床 要说凡是坏人身边一定有坚硬小人 物以类聚 这个暗嫩身边的小人 就是他的堂兄 大魏长兄的儿子叫约拿达 这个人一肚子坏水 吃准了太子兄弟肚子里没什么墨水 草包一个 变成了太子党的第一智囊 看着太子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就问 太子殿下我看你一天天无精打采的 人都瘦了一圈 这样下去叫成等何以致处 到底有什么让你这样烦心的呢 这个太子一看是表兄也不瞒他 回答说还不是因为我那妹子他妈 你不会理解我有多爱他 我必须得到他否则还活个什么劲 这约拿达一听 你要活不下去了我们不就白瞎了吗 立刻替太子殿下想出了一个 不要命的受主意 哎呀太子兄弟啊你有这心事怎么不早说呢 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你称心如意 暗嫩听他这样讲不仅一阵心痒难耐 快说快说 我们看圣经记载 约拿达说 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 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妈来 在我面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 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于是暗嫩躺卧装病 王来看他 他对王说求父叫妹子他妈来 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妈说 你往你割个暗嫩的屋里去 为他预备食物 他妈就到他割暗嫩的屋里 暗嫩正躺卧 他妈团面 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 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 他却不肯吃便说 众人离开我出去吧 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 暗嫩对他妈说 你把食物拿进卧房 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 他妈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 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 他便拉住他妈说 我妹妹你来与我同情 他妈说 我哥哥不要玷污我 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做这丑事 你玷污了我 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 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了他 与他同情 大家看看在整个过程中 这个他妈可以说是完全无辜的 而且毫无抵抗能力 虽然可能想用缓兵之计 诱导暗嫩去求父王恩准 但这位大哥 可能是因为出生在梁山豪汉时期 满脑子都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理念 循规蹈矩对他来说就是扯淡 更过分的是在得手以后 可能由于被他妹子一顿批评和咒诅 他竟然立马翻脸比翻书还快 真是知道他混蛋 却不知道他是这么的混蛋 是吧 不过我们也不要在这里单单骂暗嫩 其实很多人跟他一样是分不清 什么是爱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的 这就是魔鬼撒旦加给人类的诡计 很多概念你以为搞得很清楚 其实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比如暗嫩自以为他对他妈是爱 其实并无什么爱情 欲火攻心失去理智 把他妈强行奸污之后 受欲得到满足 短暂的肉欲之爱 就能迅即转化为厌恶正恨 不论男女 很多人都分不清爱和欲这两者大不相同 爱是忍耐 欲呢 这要立时满足 爱是恩慈 欲是需求 爱并不要求随自己的意识办事 而欲则要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能够真正领悟哥林多前书13章 所描绘的爱的本质的人 并不多 能做到的几乎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但信徒至少应该在读经报告后 能够理解圣经所定义的爱的真谛 用一句话解释 就是爱重在奉献付出 而情欲则重在得到欲望的满足 我们来看暗嫩在肉欲满足后的表现 随后暗嫩极其恨他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对他说你起来去吧 他妈说不要这样 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财行的更重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就叫侍候自己的仆人来说 将这个女子赶出去 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山 那时她妈穿着彩衣 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 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 关门上山 她妈把灰尘撒在头上 撕裂所穿的彩衣 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 这暗嫩死乱中气 强奸自己妹妹已经是人神共愤的行为了 完了还一点不想对此负有什么责任 这就更是败类了 好好的一个天之娇女 就这样被她给彻底毁了 这她妈从此以后 就躲在自己亲哥哥亚沙龙的家里 郁郁寡欢度日 真的是好不凄惨啊 这个亚沙龙在听到妹妹的哭诉后 虽然无比愤怒 以立定心智 杀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太子哥报仇 洗刷家族的耻辱 但表面上却极其的隐人 还关照妹妹你先不要声张 表现出超越其年龄与长相的深层谋略 同时呢这事也传到了大卫那里 但这大卫啊虽然雄才大略 非常的属灵 但对家庭子女的教育和管理呢 却是完全失败 她听到这么不堪的事情 虽然龙颜大怒 却又重拿轻放毫无作为 这就既纵容了暗嫩的恶行 又加深了亚沙龙的仇恨 我们看圣经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 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 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妈 所以亚沙龙恨恶他 过了两年 在靠近以法连的巴黎下所 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 亚沙龙请王的仲子与他同去 亚沙龙来见王说 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 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 王对亚沙龙说 我儿我们不必都去 恐怕使你耗费太多 亚沙龙再三请王 王仍是不肯去 只为他祝福 亚沙龙说 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 王说 何必要他去呢 亚沙龙再三求王 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仲子与他同去 亚沙龙吩咐仆人说 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杀暗嫩 你们便杀了他 不要惧怕 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 你们只管壮胆奋勇 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丰富的 向暗嫩行了 王的仲子都起来 个人骑上裸子逃跑了 大家看看这个亚沙龙啊 隐忍了整整两年 仇准机会一击致命 真不愧是一个狠角色 怪不得能够造反 那说到这里呢 就几个主要角色 我们做一下阶段性点评 这个暗嫩的行为 展示了人类欲望失控后所带来的罪恶 他呢心生邪念 欲望占据了他的思想 导致他违背道德和律法 不管不顾 采取了强暴的手段 这表明啊 这个圣经一贯警戒的 有关于情欲的罪行 箴言六章三十二节说 行淫的便是无知 这样行的人败坏自己的灵魂 暗嫩的行为呢 正是缺乏自控 沉溺于肉体欲望的典型例子 违反了神对于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圣洁要求 他马被暗嫩侮辱后呢 表现出的痛苦与悲伤 反映了旧约中 对贞洁和家庭尊严的重视 在摩西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要保护女子免受性侵犯 并要求呢 对肇事者施加严厉的惩罚 然而呢在他马的遭遇中 律法并未得到执行 大卫王也未严厉惩罚暗嫩 这可能啊 因为他是太子嘛 大卫要维持王朝的稳定 但这一放纵呢 导致了更大的悲剧 所以我们一定要赏罚分明 是吧 作为最高领导来说 这个不义之罪啊 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深远影响 是不得了的啊 千万不能放纵 而亚沙龙虽然目标正义 是吧 为妹妹报仇 为王朝除害 但所用的手段和方式呢 却缺乏合法性啊 这种报复行为啊 并不符合圣经所提倡的正义 根据摩西律法 伸张正义的权力 应当由审和合法的审判程序来进行 是吧 而不是个人私自报复 亚沙龙的行为呢 虽然看似为他妹妹生了冤 但最终却激化了家庭的矛盾 并在之后导致了他与大卫之间的父子冲突 甚至引发了国家的动荡 这暗示了圣经啊 对私行的否定 呼吁人们将复仇之权交托给神 遵行神的旨意 顺服在神的公义之下 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所言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通过暗嫩的行为 圣经揭示了人类内心的原罪 情欲的破坏性 家庭责任的重要性 以及公义与怜悯的微妙平衡 暗嫩的不堪行为 和亚沙龙的私自报复行为说明 这个罪的恶果不仅影响个人 冤冤相报何时了 还对整个家庭和社会 产生生缘的影响 圣经呢 劝戒人们远离情欲和罪恶 追求圣洁的生活 并在遭遇不公时呢 将审判与伸冤的权利交托给神 神也是公义本身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罪的后果 当然了 对这一切最应该负责任的 无疑是大卫 这个暗嫩的罪行和亚沙龙的复仇 所有这些事全都是大卫 首先犯罪违法的惩罚之一 这个神借着先知拿单 早就预言了对大卫的惩罚 由于他的罪行刀剑将不会离开他的家 这个暗嫩的不堪和被杀 乃至后面一系列的悲惨事件 就是这一预言的应验 神的公义审判从来都不会缺席 好那么后续情节如何发展 下一集我们不见不散 请喜欢的朋友们多多点赞留言 分享并订阅本节目 谢谢大家的观赏